我好嗑好嗑 我要做嗑嗑 嗑嗑。嗑嗑 嗑嗑 他蓝色的头发好好看,我准备也染一个 贝斯宁谷好小心发言 你不要够危险发言 啊 还有没有有点奇怪 其实 像我听说就是 镜龙和张铁铁 镜龙就是妈妈 张铁铁就是爸爸 你一家二口啊这种 还有蛮多的其实小李 奥斯卡跟胡叶涛 两个人形影不离每天 经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 奥斯卡有时候会背着胡叶涛 在宿舍里面 跑来跑去 周柯宇跟他们玩的也很好 他们三个人 我一起玩 我觉得应该是探讨音乐吧 有可能 奥斯卡最近干嘛 奥斯卡忙着呢 现在忙着 各种 他那时候没 他那时候没知道 我看他直播 因为我看哭了 你看他直播看哭了 对他没有知道 那个直播看哭了 啊 你说创造营决赛那天是吗 我气死了 我 我真的咋能不出道呢 我真的咋能不出道呢 我终于明白一个受粉的心理了 那真的不能出道 还被骂了这么久 对啊 就是说觉得很无奈啊 然后那天他 打拨不平 对啊 这决赛完了过后 我就跟他发信息 但是我就感觉说他当时状态挺好的 因为决赛过我立马跟他 那个 不看 我心态挺好的 我气负了我当时 对但他当时就好像还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当时跟那个 他的CP两个人挺开心的吧 反而跟我回信息就感觉他挺开心的 你也有在科研说了 我的走音之前经常推他们两个还都不点赞了 我也是 笑死了 救命啊 救命 我们能在直播里边说这些吗 我给忘了 对 就是 哎呀哎呀哎呀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 这有啥 不是CP吗 我也科 对对对对 就是 卡兹跟那个 滔滔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 嗯 这有啥 对吧 现在都是21世纪了 马上二人了 我都满二次了嘛 你不 你不要说了什么21世纪 你越说感觉越 你越描越黑 奥斯卡找了自己亲爱的CP 是那个什么 叶斯 叶斯是吗 叶斯莫拉 叶斯是吧 我都知道的 我都知道的 抽奖的话来截屏好了 对 这是我最怕的一幕 为啥 是 没事 好来 没事 来看一下还有 第二位是叫做 夜色 好 这位保持 你在害怕 什么 我太难了